临江夜市 超級多的美食 就會讓你吃到超級棒 這麼大份的魷魚 很脆的 泰式酸辣口味 炸工很厲害 很酥脆 麵皮香 然後吃肉香 混合在一起 吃起來超脆 它非常一定的手炒 QQ的口感 我覺得它的粉果很強 反而是紮實的口感 它滷肉味非常香 我覺得它加了三大片 包含骨 因為它沒有肉口就喜歡 它是畫龍點睛是加分 就是一個很清爽的陣子 就很有飽足感 太好吃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沃柴 我們現在來到 麟江夜市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通話夜市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當然就是吃美食啊 這邊呢 總共有將近 200多間的小吃攤 就會讓你吃到超級棒 那這邊呢 除了大家平常很熟悉的 像是碧比登推薦的 洛季小炒啊 日品園 冰火湯圓等等 還有超級多的美食 等著你來發覺 我們今天就邀請了兩位小夥伴 跟著我們一起來吃 麟江夜市的美食 來 歡迎 來 哈囉 我們家食客的攝影師 邀宇 她還在旁邊幫我們補一些畫面 這是我們的食客 另外一位攝影師 Shano 耶 兩位都來林江夜市熟嗎 這還蠻熟的 因為之前工作的地方在這裡 小專家 你咧 我只來過一兩次了 一兩次 你有吃到你喜歡的店家在裡面 今天是可以推薦我們的 那就沒問題了 啊我呢 新一區闖客嘛對不對 好 GO 我們走吧 走 工作的話有時候就會走過來買 畢竟是夜市吃的東西很多 好的我們現在要來到了 油霸子鮮炸魷魚 這間呢是學人推薦 你為什麼推薦這間呢 這間吃 我跟你說 太好吃了對不對 受不了 太好吃了受不了 直接先吃吃到現在沒辦法 太餓了 太餓了 我現在要吃的是 泰式酸辣口味 然後還有加了很多的蒜啊 跟旁邊的菸小黃瓜 好 棒 好 會點這一份呢 是因為你們看到這個份量 其實大概50塊 然後可以點到一個 這麼大份的魷魚 而且老闆就是很認真的 輕熟的炸這個魷魚 真的酥脆 真的非常酥脆 就跟他講的鮮炸魷魚出起事 其實就是完全沒有給你偷工剪掉 整隻就是給你炸進去之後 再把它切成這樣子 所以你走在夜市的路上啊 就是吃東西 再點別的東西 拿個飲料什麼的 都會非常的 方便 方便 對 超大飲料 對 來來來 欸 你要不要吃 它口味超級一點多 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後面 有多達10種這麼多 所以你如果說不敢吃辣的啊 或是你想要點一些不同的口味 你都可以來這裡去嘗試看看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棒 它的泰式酸辣 但是比較偏那種泰式口味的 就是稍微比較偏甜一點 然後比較沒有這麼辣 但我覺得它的醬很棒的地方是 應該說它的炸功很厲害 喔 對 因為醬沾上去 它常常會軟掉對不對 對 它沒有它酥脆的外 酥脆的麵衣依然保留在它上面 我覺得這一點不錯 所以它 魷魚是那種鮮脆的欸 不會讓你覺得硬硬好像很難咬 而且我戴牙套 還是超好咬 還是超愛咬 這個是 膠鹽 超厲害 連腳也很好咬欸 對 對 嗯 因為它很貼心 旁邊都有菸黃瓜 關節蜜 它有個好處 它麵衣沒有太多 嗯 對 那才可以很酥 你不會都只吃到麵衣 就是很多肉 真的 老闆就是在那邊 新鮮的 拿出來要自己裹粉 自己現炸 老闆真的是有在用心 老闆把它炸的湯會顧得很乾淨 你之前推薦的好棒欸 好棒喔 旁邊走進來沒有幾分鐘 那三分鐘吧 你就可以走到這裡 然後點一個 然後再繼續往下逛 都是很OK的 算是你一進來 很快就可以先走到第一間 開口 沒錯 OK 前菜 就是這邊 而且這邊有很多口味 都是別的地方比較少 像是海苔美乃滋啊 沙拉 沾架有吃過嗎 下次換你來試試看 高三跟大一的時候 很常在深附近吃吃東西 朋友住在通化夜市附近 我們就很常就吃那些 玉品人 冰火湯人啊 愛麗絲什麼夢遊間朝那一間 然後還有洛季小草 也是我們的愛店 越南河粉啊 還有我自己大推 譬如說螢幕具 好的 現在換我推薦了 我們現在要上海生煎包 還有鍋貼 這間上海生煎包跟鍋貼 我其實很常來吃它 現在剛出爐 它每次剛出爐的時候 都整個熱心繞上海超級燙 但很燙很燙 感覺很燙 對對對 我都不能抓在一次 它這個超燙 但很香 你一口咬下去 它就它那個肉汁跟它那個油香 直接給你爆出來 小心燙喔 好燙 欸 它有爆汁嗎 它是比較偏向 沒有汁的那一種皮 算是那種厚薄適中的 它其實會噴汁的那一種 它吃的時候會出現那種 麵皮香 你還要軟香 混合在一起 嗯 它有比較性 脆的嗎脆的 蠻脆的 也很像有厚實感的尖餃 然後又很大顆耶 通常會想沾醬 但這不用沾醬就很好吃耶 很肉味 很香 嗯 辣醬 所以想吃辣也可以 其實我本身是比較不吃辣 但如果吃辣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推薦 說他們家的辣醬是很香的 嗯 所以如果喜歡吃辣的話可以去加 而且高麗菜絲啊 吃起來超脆的 喜歡吃高麗菜的人會很愛 真的啊 它的鍋貼是有點半蒸炸的感覺 放在臉盤上面 它上面就是用炸的方式 離那種油水上去 然後蓋起來 不像一般的鍋貼一樣 它現在只有一面而已 嗯嗯嗯 超大顆的 喔 對 你有沒有趕快吃 很燙 很燙有沒有超燙 它的鍋貼 像是清爽類型的 它的高麗菜 是脆的 高麗菜絲的那種 清甜啊 那種蔬菜的甜味 都在裡面爆出來了 很棒吃 真的 然後鍋貼是5顆60 是真的大 就以生煎包跟鍋貼來講 其實真的很不錯 生煎包啊 是比較偏向重口味的 所以如果你比較喜歡吃清淡口味的話 你可以吃鍋貼 它是高麗菜 然後吃起來就是比較清爽的感覺 大家知道來這邊怎麼挑了吧 然後它的鍋貼呢 就是蔬菜比較多 然後生煎包就是給它 肉比較多 對 愛吃肉食 愛吃重口味的朋友 嗯 我已經想到那個 巧克力 oh my god 很猛 真的是每天都在排隊 我覺得那間真的很強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但是他們真的都很好吃 就是應該說 一些店在必比的出現之前 其實我們那時候 應該吃認真的好吃 是信義區 所以非常的方便 信義逛完之後 其實就可以慢慢移動過來 到夜市裡面 再逛說你想吃什麼 好的 今天呢 它在林江夜市也是非常容易 它開業開了30年 那之前呢 是我們Troy跟我們介紹的 來 麻煩請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那種傳統的冰 冰糖 檸檬 愛玉跟那個粉 是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有點QQ的口感 再加上那個愛玉 他們是用手中製作的 所以可以吃得到 比較不像工廠的那種愛玉 它是有一點QQ的口感 它不是只有整片都是一樣的 它是每個口感都是 有一些比較濃一點的 所以你可以吃到的口感都會 會有一些比較紮實 然後有一些 咬起來會比較軟 對… 就是這種手工的 就是可以吃得出來 跟工廠一樣 我覺得它的豆花也是很綿密的耶 它一下去之後 它就在我嘴裡化開了 豆花也很強耶 我都會吃它的玉 我覺得它的粉果很強耶 我覺得你們要吃看看 對… 我滿喜歡它的玉 我們吃看看 粉果…來一塊唄 超大塊 超大塊 超大塊的粉果來啦 我原本是不愛綠豆的 可是它搭配粉果我覺得很清爽耶 超好吃 它粉果是偏甜的 滿古早味的耶 這小時候吃到粉果的味道 所以它的粉圓…Q的口感不像那種 放下去之後它會… 它會… 我講… 會變得硬硬的 它反而不是黏牙 因為咬完之後 它的粉圓會回彈出來 你看它會多咬起來 像它一樣 喔真的耶 它就是也是屬於那種紮實的粉圓 喔我剛剛吃了一口玉了 嚇到 怎麼說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外面 像是你工廠做玉 它就是很明顯會這樣 粉…粉滑滑的 然後咬下去其實會… 非常非常Q 嗯 通常的玉顏是非常非常Q 對… 但是你在這邊你吃到它的玉顏 它其實是不會這麼回彈的 手工做的 才會有這樣子的 通常手工做的玉顏 它才會沒有這麼回彈 反而是紮實的口感 然後你可以吃到濃濃的玉香 一直飄出來…飄出來…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它有一點纖維感 喔對會喔 就是那種芋頭的纖維 一絲一絲的 夠餅啊 或加糖水 你也在找到滿家 喔欸那很貼心耶 對啊 這樣很爽耶 對啊就是你可以再加冰 對 如果你今天天氣很熱 剛剛就想在這邊吃個冰 然後覺得冰錯了 但是你的料還沒吃完 老闆 加冰 還可以加糖水 還可以加糖水 對還可以加糖水 喔 螞蟻人 我剛有問老闆 他說他的黑糖也是自己手炒的 所以其實滿香 而且很濃耶我覺得 嗯 很像是在喝黑糖水的感覺 就剛才加了冰 還是覺得 他的黑糖味其實是很濃郁的 一般大家都用那種紅糖 嗯 嗯 黑糖比較貴 嗯 喔 它這粉圓咬起來 真的是很有口感耶 對 感覺裡面是有一點那種 還有一點實心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還會回彈 嗯 你可以咬兩口還是圓 好強耶 嗯 夜市通常會推薦吃底下 當然是越多越好啊 我覺得我真的是建議 如果你跟朋友來夜市的話 真的要分著吃 這樣才能越吃越多 太多食物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你很有可能就是 在這裡面就逛幾個小時 就會過去這樣 好的我們現在要來到 十家掛包園 也是童話夜市這邊 非常非常知名的一間掛包店 這一間是我推薦的 好 那它除了掛包很有名之外呢 它的八寶湯 跟它的魚丸湯 它也非常好吃 它寶湯我自己覺得 需要被特別介紹一下 你知道喔 它有多強嗎 有干貝耶 對 它還有小干貝 而且它這樣一碗不到一百塊對不對 不到一百 非常便宜 很豐富耶 對 有沒有 而且剛好把我介紹說 這是香菇湯頭 香菇湯頭 香菇湯頭 它燒起來非常清澈 幾乎沒有什麼油脂 它是用香菇的圓湯頭做的 好味 這碗湯真的 大家有經過的時候 一定要來試試看 然後它除了干貝以外 然後還有那種 魷魚乾 然後筍絲 還有香菇跟木耳 對 沒錯 這裡面的料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那你也可以選擇看要不要加冬粉 你看我們這邊還有再加一絲絲的冬粉 更有飽足感 分湯跟冬粉 湯跟冬粉 對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能想要吃一碗這個的話 一個女生其實 湯加冬粉是有飽足感的吧 而且它其實不會很胖吧 不會 就是女生很在乎說 對 就是熱量高不高 那宵夜或是晚上不知道吃什麼 對 就可以選 來這邊吃一碗 不會怕 這個湯呢其實也非常特別 一樣你可以自己想要不要加冬粉 然後這邊的湯跟這邊的香菇湯不一樣 它是用大魚湯去做的 然後更酷的是這邊有三種丸子 一個是福州魚丸 裡面有包肉的 對 還有這個 雪魚丸 它看起來超遠的 貢丸吧 貢丸就是貢丸 對不用歡迎 貢丸 綜合玩一碗 大家可以喝喝看 對兩種湯頭 這邊如果你想要喝什麼樣的湯頭 都點得到 那你們兩位要不要先試試看一看掛包 其實加掛包 重點是吃掛包 啊我在想吃上湯啦 我在想喝湯啊 它的配角可以先介紹再講 我們的重頭系主角 我們看它有兩種 美肉 瘦肉 還有重頭 就是肥肉跟 綜合 嗯 然後它的肥肉是比較飽 因為它加了三大片 你看的話 它其實加了五遍豆袋 來這邊雖然比較多人 都是點像 像宣那一樣的綜合 對 綜合的話就是有瘦肉加肥肉 蠻不明思議 但是我個人的話 我個人其實 雖然我怕胖 但是這邊的肥肉 真的不會很油膩 所以我來這邊其實我都點肥肉 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它的肥肉啊本身就已經 肥瘦各半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看得到很明顯 就是已經肥瘦各半 所以吃起來對我來說是比較 剛剛好 可是我喜歡 沒有那麼多的負擔 加一點點 蒜菜 還有花生粉 然後最重要的是 沒有吃 沒有香菜 沒有香菜 香菜 它愛吃香菜 啊我們兩個是講香菜 我是很香欸 你覺得它是香菜 它是什麼菜嗎 香菜粉要跳出來了 我再把鍋背給它 讚它 好 好 先給你們兩個 再試試看我推薦的 嗯 這很好咬 芯米真的很鬆軟 我覺得很好吃耶 欸它不會到很厚 對不對 就是跟肉加在一起 就是剛剛好 嗯 它的酸菜是稍微有點偏甜的 嗯 解膩 解膩 你看 肉有小碗多少 哈哈哈哈 最好笑 還要上字幕嗎 還上一顆的笑 我們看來上有笑嗎 魚吃 魚吃 欸 肉各瓣喔 這就是 台式漢堡 欸 欸 好有道理喔 欸有欸 可是我覺得美式漢堡 會太大一個 這種掛包的體積是 反而會比較適合 嗯 這真的很清爽 真的 這個肥肉的肉 這人覺得來這邊要推肥肉 而且它肥肉是入口去擠包 天哪 真的對不對 你們覺得其實我推的這件還不錯 它花生粉的甜 其實也不會搶過肉 它滷肉味滷得非常的香 我覺得花生很加分欸 因為其實 老實說我原本是沒有很愛花生的人 嗯 可是我剛剛吃起來我也是覺得 欸 花生味我可以接受欸 對 這間很厲害 但如果你這邊喜歡花生粉的話 都是可以再跟老闆說的 它原本就是兩匙花生粉給你加下去 三號三買 但如果你喜歡再稍微偏淺一點的刮包的話 加五塊錢就可以再多加一匙花生粉 第一匙多五塊 我們剛剛有問老闆說 為什麼這裡的花生粉要再加五塊 因為這裡的花生粉 就是真的純的花生力 直接下去磨喔 嗯 對 因為外面的花生粉常會加糖 或黃蜂 沒錯 就是給你多一些很多添加物 就不是一個完全的花生粉 但這裡不一樣 它不會說真的很甜很膩 然後也不會搶過肉的香味 但是又有一點花生的香味在 它是畫龍點睛是加分的 很棒耶 因為我本身就是真的沒有很愛花生 可是這個掛包我完全可以接受 嗯 就它家裡面是超級無敵加分的香味 花生粉的人 我覺得還是可以給你看看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能接受的 很棒 很棒耶 我覺得這間推薦的超讚的 不客氣 歡迎大家一起來吃 因為宵夜市就是好多人來 那種熱鬧的氛圍 大家一群這邊走過去 然後哇哇哇哇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 好買買買 然後大分的吃 每個人都可以吃到一口 飽足感什麼都吃到 都開心的 我們現在要來到 今日壽司 也是頂加店 是非常有名的壽司店 那這邊呢 除了你看到的台式壽司以外 也有生魚片的那種日式壽司可以吃 OK 那今天呢 是我們Shana推薦的 來 耶 推薦大家呢 來點蒜紅壽司 你們看這樣這一份 然後才145塊 其實 你一個人這樣點算很飽 超飽 超充飽 所以我們三個人這樣子點 然後再外加這個觀眾主 其實吃起來 你再點別的 就很有飽服感 沒錯 然後也非常的好吃 你們可以直接 直接想要 吃下去 然後其實它裡面的料 也包的蠻有誠意的 其實包的料 都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燒 壽司 滿多人喜歡吃豆皮壽司 我剛才特別問老闆說 旁邊這個 乾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從小就一直很喜歡吃那個乾 但是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剛剛終於解答出來了 裡面這個乾呢 它那個乾條 它是胡瓜 那個綜藝大哥 三妹一圍那個胡瓜 三妹一圍 對 三妹一圍那個胡瓜 帥乾 在加工製成的乾條 欸我現在終於知道了耶 我今天來金日壽司 真的是學到了金日新學費 它是蠻香的 嗯 它有加速的喔 粒粒粉餅 就是在夜市啊 你可能比較常吃到一些 欸 比較油膩 或者是厚重的食物 這時候你來這邊吃個瘦 是不是很解膩 對 很解膩 是一個很清爽的選擇 我剛剛吃了一塊蘿蔔 蘿蔔切得非常大塊非常大方耶 它乳得非常的軟 對牙套非常友善 它其實不會到那種完全軟爛 還是有保留一點那種微微的那種脆 微微的那種口感 不會整個入口即化 蘿蔔它本身還是要有一點那種咬勁 因為它蘿蔔肉一咬下去然後會有微微的 纖維啊 對 它噴出來這樣 很香 吃起來 你要不覺得 味道更特別 不演了 我要吃這個品質 小當家 跟你說啦 要如何評論跟觀眾煮好不好吃 點它的菜肉包 這不叫高麗菜捲嗎 對 高麗菜捲跟 它的高麗菜捲 菜捲裡面 這叫什麼 高麗菜捲吧 它叫菜捲 菜捲 它的高麗菜捲跟蘿蔔 所以證明這個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要比較久的 嗯 像其他的那種 那種 丸子類的 或者是那種 你直接拿 甜不辣那種 你就是不用滷太均 這種的話就是 因為你要足夠嘛 花的工程也比較多 那你夾得起來嗎 可以 但是要等我一下 它煮的工程很多 啊你夾的工程也很多欸 對啊 小心小心 你有辦法一口腮嗎 你趕快吃 你趕快吃 挑戰一口腮 Apple真的是我的第一名 超好吃 我自己是很喜歡吃高麗菜 對 我的必推是高麗菜 在菜捲 菜捲 菜捲 超滿足 早上講說 你咬一口 你咬一口 哇 天啊 然後就是那個 醬油的高湯味 很強欸 覺得這一天的關東煮是有過關的 有 你同意的 其實我朋友就住在這欸 就是晚上出來之後去買炸物吧 或是買烤串之類的 然後跑去他家聚會 今天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除了秘密燈介紹之外的美食 都已經帶大家吃完了 耶 超飽 真是超飽對不對 超飽 好再來盤點一下 上海生煎包 粉圓 然後魷魚 還有壽司 掛包 對 那這幾間呢 我們大家最喜歡吃哪一間 我們一二三一起講出來好不好 好 好來 準備囉 一二三 魷魚 粉圓餅 欸 我們三個人完全不一樣欸 那你 你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說粉圓餅 粉圓餅 就是像他講的 他的招牌就是黑糖粉圓餅 可能我是蚂蚁人 因為我覺得他的分過啊 跟粉圓 都是大家一定必來必點的 以我牙套人來說 還是非常的友善 我覺得給他很高分 給他多 沒錯沒錯 當然是我推薦的 但是我覺得 刮包也蠻不錯的 喔 因為我覺得刮包 他的那個 呃 湯跟刮包 這兩個選擇 你其實這樣吃一餐就飽了 對 因為他湯裡面起來 可以額外加東分 因為你真的是飽足但很強 然後再加上他 我蠻喜歡他的刮包 就是那個粉 就是蠢花生粉 然後配他慢慢收 對 沒錯沒錯 這點真的很特別 這個其實這樣吃一下 你只吃這一家就飽了 你不會想再吃其他 你這間很 你這間其實很有道理耶 因為你來這邊其實就是 想多吃一點 想多吃一點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想吃刮包的話 就是可能多人來分吃 你當然讓我們三個來 然後可能一起吃個一兩個 這樣就OK 然後可以繼續吃下去 我喜歡魷魚的原因 是因為它那個 一拿起來 然後這麼香味 直接鮮來 會太式 對 像太式的醬 它那個醬 完全就是不會影響 它酥炸的口感 一樣酥一樣好吃 重點是它真的很新鮮 它這個脆口的口感 真的是太好吃了 再加上我還有一點點私心 所以我太喜歡吃海鮮 對 我喜歡吃海鮮 OK 沒錯 好的 那以上美食 那就推薦大家來 林江夜市跟著我們一起吃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還想看我們去哪邊 吃美食的話 記得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掰掰 掰掰